卡諾的票房在三天就突破了三千萬 如此亮眼佳機 讓導演馬志祥不斷感謝影迷支持 而今天呢就是馬志祥生日 去組人員特地準備蛋糕 幫他請神 電影卡諾演出1930年代 意志以台灣人 原住民和日本人 所組成的加農棒球隊 以熱血奮戰不懈的態度 滿懷棒球魂 最終戰勝日本隊 代表台灣進入高校甲子園比賽 成為不敗神話 穿人熱淚的劇情擄獲影迷的心 上映短短三天 票房就突破三千萬 很開心 很開心 然後我們還要更努力一些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進電影院來看電影的朋友 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感謝再感謝 導演馬志祥更化為行動 驚喜現身甲乙戲院 親自為影迷簽名 更希望用口碑讓民眾賣票進戲院 各位 如果你覺得喜歡我們的電影卡諾的話 麻煩你回去的時候 把這份感動也帶給你們的親朋好友 也帶他們一起進戲院來看卡諾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祝你生日快樂 劇主驚喜準備生日蛋糕 為3月1號壽星馬志祥慶生 蛋糕放上票房三千萬的數字 壞姐也預期卡諾可能賣得比海角七號 和賽德克巴萊還要好 身為監製的魏德盛 看到有如此亮眼的成績 更鼓勵馬志祥趕緊籌備芯片 作品差不多開始要自己寫出來了這樣 這部戲雖然也是他喜歡的東西 可是畢竟還算是代理孕母 雖然外界質疑電影隊百九成以上 都是用日語發音被評昧日 一度擔心民眾不買單 不過三天內創下的票房佳績 讓導演馬志祥吃下一顆定心丸 成為最好的生日禮物